大家好,我是Vilson 欢迎大家来到澳洲香港人的频道 上一集我们就离开塔斯曼尼亚的西岸 Streham 接着我们就去北上去最著名的景点 Credo Mountain 由于那里在山上买东西是不方便的 所以中途我们就停一停 一间IGA去补充食物 最主要是水果 IGA是很当眼的 因为在这些由虚人去Credo Mountain的山路里面 连连叮叮就在大街上有个超市 就一定能找到 这个Credo Mountain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Pappers的Credo Mountain Lodge 那里基本上是一个resort 上面就有很多毒蓝屋租给人住 这个resort有一个很漂亮的湖泊 夜晚拍照非常漂亮的 即管带大家进去看看 怎样形容它呢 我觉得它像一个天然的郊野公园 比如说 一整盒 尖尖有很多很有趣的动物 兒子 绕着湖泊有很多这些独立屋 当然价格是高级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山下平均商 在台中有很多步行径 途径的树木非常原始 我印象中我见过这些树木 在台中也见过一次 我记得是不是太平国家公园 就是太平山国家公园 另外一个就是柬埔寨的环歌坤 当然环歌坤的树木比这里更加夸张 更加原始 这里随便一棵树都粗过我 这些大字形的环 和动物一起漫步 其实都蛮捨异的 来到这个Cradle Mountain有什么活动呢 基本上就是行山的了 在这个Mountain Lodge附近 就是国家公园 在这里的山势里面 里面有很多的湖泊 我们重点去走 就是山上的大湖叫Dolph Lake 由我们住的地方去那里 走就要两三个钟 而国家公园本身就有Suttle Bus 可以将我们由门口车到Dolph Lake 我给大家看看Dolph Lake的近照 横去走一转 大约是两三个钟左右 当然来这个Tasmania 其实全部都是运动的了 如果说走不到的人 来Tasmania就会窄小一点 这里就是国家公园的入口 要买飞的 成人是晚上五元 但是有年纪的飞 好像是二十元 我们就坐这些巴士去Dolph Lake 沿途看到原野的环境 其实都很荒谬 这个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高山上面的湖 慢慢走是很舒服的 在这些巴士上 冰山上的范围 用一层的巴士去 鞋调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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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之后想讲讲食住的部分 住这些小屋里面不大 不过装修得很好,很干净的 还有火炉配置 这个火炉很有趣 是全自动设置了18至3度 当温度低于18度 便会自己摔着 但当室内室温高于3度 是会认识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酒店大堂 其实是挺古色古香的 很多人全天坐在那里看书 例如旅行都是这样的 旅行都是这样的 旅行都是这样的 那吃的那里是什么呢? 这里有两个餐厅 一个是高级组 或者叫 Highland Vestor 这里的一餐牌 选择不多 全部都是 Set Mill 2 Courses 或者3 Courses 我们选择3 Courses 头盘 我们叫做鱿鱼 和生蚝 当然非常之正 主菜 我们叫做尖鸭胸 和肉眼扒 甜品是雪糕 旁边是啫喱 还有这个叫做 Mills Don't 吃早餐都在这个餐厅 是捕菲的 房租已经包了 另外一个吃饭的地方 也是在这个resort 里面的 就是一个像餐厅 那样的cafe 这里卖的主要是 披萨 啤酒 或者是扒 芭蜜 那些 我们在这里 住了三日两夜 休息后 我们又向下一集 东面的Lancesten 进发 了